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月快到后来发生车祸 其中一个女孩子死掉了 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 当时追车的警察要被检讨 我们要问警察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执法过当 还是说其实台湾的公权力执行不张呢 也因此衍生一连串警察的寒蝉效应 到底公权力应该如何施行 今天多位来宾 欢迎第一位资深媒体员 欢迎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胡孝晨 大家好 军情皇宫网站总编欢迎施孝伟 文阳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麦若鱼 文阳好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另外飙车组对警察呛瞎 明明警察是可以把这几个人 全部都抓起来的 警察后来开了十几枪 飙车组还是落跑了 我们要问是故意放的 还是不敢抓呢 警察 远警喊得生死历劫 要嫌犯停车 但嫌犯倒车拒捕 远警随即开了十四枪贺阻 面对枪声大作 嫌犯似乎还是没在怕 完全没减速 反而踩油门越开越快 警察 警察 赞 向明明的台北市文山区 周六凌晨被这群青少年飙载 闹了一整夜 凌晨一点四十二分 新电邦青少年来到文山区 拿信号弹丢向对方机车 导致整辆车烧毁 两人受伤 一开始警方还以为是单纯意外 没想到双方沿着螺丝浮路六段 继续追逐 半小时后 就在文山二分局后方六百公尺的 万庆街口 新电邦的一辆小客车 堵到木炸邦两辆机车 拿棍棒围殴 对方四人 一点也不把一旁警局放在眼里 警方随即感到胆人 有的 你先趴 趴着 你干什么 谁叫起来 其余青少年还是持续逃窜 四点十三分 警方在辛亥捷运站的离间点 发现另一车青少年 他们却拒绝拦查 还擦撞一名远警 加速逃逸 情急之下 警方延续开枪 波及到附近超商 门口的玻璃整片被打到碎裂 幸好没有人受伤 看这个案例 这标车子都没有在怕警察的 反倒是警察这次颜面无光 对了哥到底是他故意放 还是根本抓不到 这个事实上 我相信他既然已经开枪了 而且开了这么多枪 十几枪对不对 表示警方确实想要逮捕对方 那么但是有时候在追逐 跟逮捕的过程当中的变数太多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说 那开了十几枪了 你有枪 为什么会拦不下来被他跑 我们就会这样想 对没有错 那事实上呢 既然他开枪 就表他如果都没有作为 任对方咆哮而去 对不对 呼啸而去 那是警方不对 那么跟各位说 就是说 我跑了27年的社会新闻 看过很多警匪枪战 跟追逐战 那么这次在高雄 所发生的两个少女 他们没有到安全帽 无照驾驶 骑机车出去了以后 结果警方遇到以后 就开始追他们 追了以后 很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太怕 所以两个女孩子 就撞上汽车 最后造成一死一重伤 这是一场悲剧 我相信负责追车的园警 听说他自己本身 也受到心里面 受到很大的一个 创伤压力症候群的冲击 那么甚至于他还讲出说 真希望死的是他自己 对不对 那个警察局的部分 应该对他进行 这个所谓的心理创伤的治疗 这很重要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我相信这位警务人员 同仁绝对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这个跟这个案子 没有关系的 这个新北市的 新颠分局的一个寻佐 他在脸书上说 小妹妹 你的死是自己选择的 我不会觉得 有任何的遗憾跟可惜 他是讲的话的重了点 对 没有错 你听我讲 他说警方依法行政 有什么错 对不对 他说的事情的内容没错 他说话的态度错了 因为他整个一个 因为你是一个警察 警察不是只是 栽兼罚服务 然后开枪打 那个打坏弹 这样 不是这个样子 警方在 不管警专也好 警察大学也好 给你的教育里面 包括仁爱之心 你不要忘了 你的冒灰上面是什么 和平哥 和平哥 你自己本身呢 是为了为民服务 你除了栽兼罚服之外 你还要为民服务 然后呢 你更是原民的保姆 我跟各位说 他的态度哪里不对 很简单 这个事情我说 他警方依法行政没有错 可是因为 警方依法行政 不能预约了 所谓的比例原则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追他 没有问题 如果按照你看到一个 没有戴安全帽的 然后呢 你又觉得他行中可疑 你追他 其实是没有错的 不管在美国 在台湾都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呢 追车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今天 为什么说比例原则呢 如果你今天看到 是两个或三个 这个男生 然后呢 行机诡异 看起来非常的 这个等于说可疑 对不对 然后呢 看到你以后 就赶快散开 赶快躲之类的 他们身上可能有 伪禁物品或怎样 所以呢 你认为他非常有 犯罪的可能 你去追他 我比较没有意见 但你今天看到的是 两个少女呢 没有戴安全帽 他看到你 他是因为 无罩驾驶 或没戴安全帽 他害怕 所以你跟着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很容易发生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害怕嘛 害怕以后 骑摩托车 就会赶快转上 乱跑 一个不小心 可能会闯红灯 那就车子转上去 那悲剧就发生 去年其实在新北市 也发生过一件 也是这样追的过程 然后砰一下 完了 一个死了 你知道吗 也是一个少女 也是没有戴安全帽 也是无罩驾驶 就这样死了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呢 过去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 发生在二十几年前的台北市 台北市那时候 现在叫做文山一分局 当年叫木炸分局 那个驾车的远警 我还认识 然后呢 他在本来隔天 就要从警备队调到派所 本来可以不要开车了 他坚持要自己开车 这个开完 做完最后一个 这个等于说 警备队的勤务 就没想到在凌晨的时候呢 看到三少女 三天没戴安全帽 然后呢 骑机车 然后咻呼啸而过 就追车了 一追七公里 追这么久哦 追了七公里 然后呢 在后面追 那你想想看 三贴少女 他们会怎么样 月星光啊 也是骑得不稳的啊 对 然后就赶快 梦炸过去 就是山上 对不对 山路嘛 所以在山路里面 转来转去 那个时候 追的那个声音之大 附近山里面的民众 包括这个战哨的宪兵 都出来看 然后呢 结果在 实定一个大转弯 一个桥 大转弯过去以后 山哨你不见了 警方追过去以后 发现奇怪 他们怎么不见了 你知道吗 这时候 警方做了一个 很奇怪的动作 他发现不见了以后呢 他把警示灯给关掉 跟那个风鸣器给关掉了 然后落以后 没事以后他离开 可是这个时候 被宪兵跟民众 把我们这个警车 上面都有编号码 把001的编号 给记下来了 木炸分局的 就没想到 群众附近看热闹的群众 就觉得 警方在追什么 他们出来看了以后 我的天啊 警方离开了以后 他们吓了一大跳 他们发现 这个转弯的桥 下面有一辆摩托车 三个女孩子 摔在下面了 然后后来 这三个女孩子都死掉了 这件事情当时 闹得不可开交啊 包括这些民众 跟宪兵全部出来作证 然后还只称001 因为他们记得很清楚 那变号是001 所以最后这四位 我告诉各位 在刑责的部分 刑事责任的部分 或许没你的事 但是在民事的部分 因为三条人命啊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啊 弄那个官司折腾了很久 后来是这四位园警呢 与三名少女的家人达成和解 一名少女赔了80万 我告诉各位 分局当时发动募捐 后来其中有警员 因为自己本身没有这个经济 没有存那么多钱 还跟人家借钱标企会 然后还有卖房子来 来服务这个 等于说相关的赔偿金的 这件雪林烈的案例 叫做木炸三少女追车事件 这件事情 后来让台北市的警方啊 痛定失痛认为 在有些追车的过程当中 你要非常的小心 你千万不要 后来就严厉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警用无线电 比如说你已经拍下了 他的车号 你可以直接进行举发骂 那么如果你认为 他是有问题的 甚至于可以在前面 要求前面的钢绍 用口袋式的包围方法 把他给抓起来 而不要一味的追 因为一味的追很危险 最近这几年来啊 一味的追车的结果啊 你要知道 通常汽机车 会往旁边的汽机车 或者是行人 甚至于是屋内撞进去 会造成无谓的伤亡 跟很大的伤亡 还有警方依法行政 何说之有 你这样子有时候 你不是严罗王 你甚至于不是检察官跟法官 有没有罪不是你决定的 警方你身为一个警务人 我绝对支持警务人员 依法执行你该用的用枪时机 或者是逮捕这些坏蛋 我全部都支持 警方人员 我们认识很多的 警务人员的这个好朋友 这些我全部都支持 今天是坏蛋的话呢 警匪相当你把他打死 我都没有意见 但问题是你执法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预约的 那个所谓的比例原则 今天如果是两少女 那么他们自己本身 很可能就是高孩子而已 对吧 你在追车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你要考虑到 会不会有无谓的 伤亡的事情发生 警察执行公权力 真的是不容易 到底是要献权 还是扩雄想问一下 孝诚哥 我如果说 以整个警察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跟美国 我来感觉台湾的警察 比较没尊严 美国起来都很怕 就跟你打 就跟你打 然后马上要执行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要先强调一下 那个美国跟台湾的一个国情 跟文化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 美国的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 透过这个好莱坞电影 你们看到好莱坞电影 他动不动的话 那个警察就把那个 枪套的外面的扣法 有猛的狠 就解开来 然后呢 如果有个什么 越局的动作的话 对方那个警察就开枪了 就把坏了 就把他击毙掉了 但是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 美国那个警察 司法警察 他是给予很明确的 所谓的警线使用的一个规范 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因为他基于两个精神 第一个精神是什么 过去所谓大西部时代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这大西部时代的文化的时候 当时很多的执法人员 被歹徒 然后就开枪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很多西部的这些 我们看电影也都知道 坏人好人他都可以带枪 带了枪之后 他什么时候会开枪 你根本不知道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执法人员 因为这个样子 就上市他的宝贵的一个生命价 这一个 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那美国到目前为止 很多的像目前 西部啊 中部的这些很多州 仍然有没有 同意准许就是 人民可以拥有 合法拥有枪的权利 这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195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黑帮横行 有一种叫做 汤姆森冲锋枪 那个枪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他可以摆在那个西装里面 基本上来讲 还看不太出来 那因为他的杀杀力 非常非常大 而且美国的警察的执勤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用的是 所谓的那种 长左轮手枪的这种状态 长左轮手枪 碰到这种 谁的冲锋枪的话 也造成很多的 大量的一个 司法警察的一个死亡 所以各州 从他联邦的中央的一个 中央政府这边开始修法 到他赋予这个 各州的一个 警械使用上面来讲 大部分的第一个前提 就是保护司法人员的一个生命安全 是他第一个前提考量 你说为什么常看到 美国的警方 有没有 常会使用这个警械的这种情况 因为最主要是他保护他的一个生命 另外的话就是 美国的一个 本身的美国人 他对法律上面的一个 守法的态度 比较 他的意识比较高 像例如我们过去常看到一种情况 就是 如果说今天有没有 他克力你 叫你把两脚张开来 拍在墙壁上 你就必须要照着做 如果没有的时候 他可以执行他的一个所谓的攻权力 另外再来看到 美国警方怎么执法 我们一般都 政治说有这个电极棒 不过待会儿要请大家来看到 美国警方执行的时候 这叫电极枪 电极枪的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射子弹 他射的是电 是意思吗 Taser其实是因为这几年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我今天要逮捕一个犯人 或者要压制一个犯人 我有没有减低警察 跟嫌犯伤亡的可能性 你知道老美警察 就像刚刚孝成哥所讲的 不得了 都是强势逮捕 那强势逮捕 如果你不听令 动辄就是可以开枪的 那有没有可能减少伤亡 Taser其实研发出来 他的逻辑很简单 他直接用两个针头 射到你的肌肉上面 五公分厚的衣服也可以射穿 然后接下来在百万分之一秒内 多次放电 让你的肌肉自然抽搐 丧失中出神经 对你的控制 你看画面上 两个探针连着线 就从这个Taser枪射了出去 五万伏特 你可能会听到五万伏特 不是很危险吗 但是因为它的电流非常小 是在1安培以下 所以射到身上之后 就等于直接干扰你的中枢 对肌肉的命令 所以除了你会抽搐之外 你看这是用慢动作 让你看到这个探针射到肌肉上 然后确定之后 它会开始放电 放电之后 当然你的这个部分会受伤 可是它不会造成致命的危险 它的状况就是让你的四肢瘫软 然后就倒地 然后就压制 接下来就上手铐或是上束带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只有几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第一个 有些人据说心脏 在你比较衰弱的时候 你会受到影响 再来就是你倒地的时候 头可能直接砸到地面 会因此造成脑损伤 不过这一次在马里兰州 发生了一个很少见的意外 就是有人在一个素食餐厅里面闹场 你看画面上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他闹场之后就两名警察来 但问题是这个家伙很怪是 Taser已经打到身上了 无动于衷 他还自己你看已经多次打 这其实光是他身上 大概挨了两三次以上的Taser 才倒地的 没有 他最后倒地是被人家压制倒地 所以换句话说 在店里面 其实这个当时拍摄这个人 叫Martinez 他说他看到了 他还盛战这些警察 很有人性 就没有开枪打他 因为Taser打了好几次之后 这个家伙都不倒 可是这其实是很少见的状况 是正常来说 你的身体是不受到 这个脑控制的 你看他还喷他的胡椒喷雾 他也不理 哇 这么猛啊 这简直就像中了僵尸病毒一样 所以后来网络上很多人讨论说 这个状况到底是哪一种毒品 有人说是某一种PCP 也就是天使城市其中一种 他有吸毒的关系 所以没感觉 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与痛感无关 Taser本来的作用就是 无关你痛不痛 就让你中枢神经对肌肉控制 失效然后你就会倒地 但问题是这一次 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 是不是第一个人的Taser枪 可能他的电力不足 没有好好保养 或者是这个家伙 他体质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样讲 他用那个毒品 其实已经 如果真有这种效果 等于接近战斗药 就你打在身上之后 你上战场 身上被打穿的洞 你都不怕 继续往前走之后 大家都在讨论 警察看起来是 算是兵兵有也 虽然他们踹他好几脚 但问题是 这个人怎么会压制不了 让人觉得很困惑 所以因此又带到下一个阶段 我记得从这几年 其实有非常多 美国执法过当的新闻 包含了佛格森 佛格森的当事人 其实已经高举双手了 他说我投降 最后还被打了一枪 然后纽约的这个史坦顿岛 就是用勒吼的方式 当事人活活被勒死 所以现在有一家公司 开发了一个新的 这不能说武器啦 文雅以前有没有战过哨 有 大门哨 大门哨 你记得第一发子弹 在台湾 中央民国国军的规定是什么 就不能放子弹啊 第一发放空包弹 因为为什么要对空名枪 那现在 这些美国票汉的警察们 有没有可能 藉由你现在看到这个装置 他在这个格拉克手枪啊 或者是等等的 九厘米的手枪上面 加装一个防护套 然后防护套 你子弹还是会射出 射出之后 撞击到这个前面的 合金圆球之后 他会跟它合为一体 对 也就是所有的动能都会被传递出去 飞出去了 对 然后上面的保护套也跟着弹掉 然后呢 那这颗圆球就变得拥有动能 但是没有弹头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了 它的杀伤力就变小了 也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这个沙包子弹 那就是你打到身上就是怕了一声 很痛 也会降低你的活动力 但不会射穿你的身体 然后人也会瘫痪 它没有 不一定 看你耐痛力啊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吸毒的话 可能就真的 也是不痛 还是不痛 可能挡不住 可是像这样的东西 你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美国公司要开发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包含了纽约 包含了洛杉矶 包含了等等 芝加哥这些 犯罪率很高的地方 警察往往低枪 如果就是真枪实弹开枪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所以这个防护套的概念是 我低枪射出去了 看能不能压制住对方 但我也保留一个可能性是 你看他第二个子弹是照样上膛的 也就是对警方来讲 如果第一个压制不了 或是对方有大量的人物 就打你了 那我就是真枪实弹要开枪了 所以这一个叫做 Alternative Ballistic 就是不同的弹道公司 它希望能够获得一些 大城市的市警局 能够大量的采购 变成一个标准配备 让所有的警察 能够有压制能力 但是不会第一枪就杀伤人 这次复兴航空又出包了 在金门商业机场 这一台复兴航空公司的 飞机的机长 没有跟塔台讲好 自己跑到跑道上面准备要飞 结果当时有另外一台 立荣航空公司的飞机要下降 差一点点飞机撞在一起 可能量产大祸 松山机场里复兴航空飞机 缓缓起飞 但是在金门的复航 却因为驾驶疏忽 差点撞上立荣客机 让82条人命射入空中危机 9月4号复兴客机 载着三名乘客跟四名机主人员 要从金门飞台北 却因为载动驾驶疏失 违规进入跑道 没想到当时有班载了71名乘客 跟四名机主人员的立荣航空 在一间500尺高准备降落 索性塔台发现 要求立荣重飞 否则两台飞机相处不到10公里 分半钟内就会撞上 这个是属于一个航管的违规 那我们违反我们民用航空法41条 事后复兴航空也发出声明稿 说不排除开除当天硬床跑道的正副驾驶 复航接连出包 虽然复航柜台还是有民众购票搭乘 但是也不少民众已经失去信心 怎么会又是复兴航空呢 那真的大家都没有信心 不过我想请问 夏伟哥到底为什么复兴航空会屡屡出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这个事情 说真的是觉得有点夸张 但是怎么夸张 就是说它的情况 是金门上亿机场 它本身是一条跑道 那另外它跟那个主跑道 有一条平行的滑行道 但它那个平行滑行道之间 它有其实有好几个可以进去 就是切近的那个 大概两个还是三个吧 可以切进去的那个 等于说像这样的一个联络道 那它从那个联络道进去的时候 它并没有到那个横尾巴的 那个跑道头的时候 它才切进去 它才从中间要切进去 因为ATR它本身 其实它那个要起飞滚行的距离比较短 所以它从中间准备切进去的时候 当时副驾驶就跟塔台联络 就说那个Tranes Asia什么几号的飞机 然后准备要起飞了 然后那个塔台也告诉他说 那个take to the position and hold 就是说到了 就是说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位置对不对 要等一下 然后那个 等我给你进一步的指示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本身呢 在那个另外 就在那个金门上运机场 五边上面 有另外一架 就是利荣航空的 也是ATR ATR600这个飞机 准备要降落了 已经很近了 大概只有距离大概十公里 那个十里 十海里 那个五海里 五海里多 所以大概差不多 因为那个十公里不到 在这个情况下 它准备降落的时候呢 那这个机长就问他说 我们到底可以起飞了没有 那个时候呢 副机长不知道怎么搞的 然后就说好像就可以了 对 然后就飞了 然后对 飞机居然油门一加 对不对 就上了跑道 都没有讲清楚 那当然是那个塔台就抓狂了 那后面的飞机 当然就紧急起飞了 那你看 像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就会跟当时 那当然这是发生在国外 这个情况就会跟这次 在金门这个机场 那个情况发生很像 就是这架 后面那架飞机准备要降落了 那突然发现 它前面跑到有飞机 我猜一点点 所以它油门一补就知道重飞了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就会想说 你复兴的航空机师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这个事情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就有一个 可能是就是跟那个航管 塔台沟通的这个问题 有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 国内有一些国内航空的这个班机 他的那个机师 一些比较老资格 比较资深的机长 他可能英文不太灵光 其实这是我们台湾 整个航空业界的一个共同问题 一样的问题出现在当时的西班牙 对 好像造成四五百个人都死亡 对 1977年那一次 就是当时还活着的半美航空 PenM这个航空公司 跟另外一个KLM和航 一模一样类似的状况 其实对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状况 当然那个状况里面 又多加了很多更多不一样的因素 但是我们讲说 它主要情况怎么样 就是当天 因为大家所有的飞机飞到了 就是这个加拿利群岛上面这个机场 然后因为大物的关系 机场关闭 然后不符合起飞的标准 所以大家所有人都在那边等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看和航这架飞机呢 因为它本身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机组人 已经快要超时工作 也就是其实各国的民航组织 都有规定 就是说这个机组员 从他们check in到公司开始 到公司check in开始 他们能够连续工作几个小时 是有规定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当时在那个机场 其实很简单 你看他后来 就是说 机场要通知他们可以开放的时候 对不对 这架核航的飞机呢 在前面 然后他就率先从主跑道 因为他们两个飞机 要滑到另外 那个等于说 因为跑道飞机起飞的时候 一定要跟风向有关 你不能顺风起降 顺风起降是很危险的 那你就说 他一定要到一个逆风的这个跑道头 那时候他们在跑道头停等的时候 就是因为整个机场物都不散嘛 那个时候 他们本身那个 他们的跑道 那个使用那个跑道呢 不是他们后来要使用的跑道 但是同一条跑道上 只是因为方向不同 所以那时候核航这架飞机就上了跑道 然后沿着跑道 一直滑滑滑 滑到他那个跑道另外一端 转过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 后面另外一架 泛美航空飞机 就跟着他后面也在滑 但他滑到 跑道头之前 他要从另外一条滑行到 脱离以后呢 然后再转上那个主跑道 那这个时候 当这个核航的机场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他已经很紧张 他要超 他会发生超时工作了 所以他到了那个 跑道尾巴的时候 对不对 他在跟那个塔台之间的 这个沟通联系上的时候 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然后塔台告诉他 你到了位置以后 你等 你要等 然后你等了 我可以从你起飞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可以起飞 然后他就到了那边之后 他也没有等通知 他其实没有说完全不等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 后面另外那架 泛美航空在滑的时候 对不对 等于说两者之间也有通讯 但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机长 他后来就 突然就决定了 把那个飞机油门一加 要准备开始起飞了 那个时候其实核航上面 他有个那个 这个时代还是 就是前舱 前座有三个组员 机长 副机长跟飞行工程师 飞行工程师还试图问说 我们得到起飞许可了吗 然后那个机长居然说 对啊 然后那但是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就说 当他就是核航机场 告诉他说 我们已经到跑道头 我们准备要起飞了 然后那个时候 塔台告诉他 OK 你等一下 然后就说 因为他为什么要等一下 他其实是要跟 那个在跑道上面 另外一架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美国泛美的公司 那个Z加77 确认他有没有 已经脱离跑道 但是他呢 因为两个 大家无线电 在同一个频道上面 所以发生了一个 就是泛美机场讲 然后还回复他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个PengM的 就是那个泛美的机场 插话了 插话的时候 就让他的无线电 把那个原本塔台要通知 那个泛美机场的部分 那个部分被盖掉了 但是呢 那句话 最前面一句话是什么 OK 糟糕 他就以为OK 飞吧 对我就可以走了 对所以他就开始油门一吹 他就开始加速 他加速的时候 那个时候 PengM上面的人 看到怎么搞的 觉得他好像冲过来 那时候看到他的落地灯 然后他们以为 他本来是静止在那边 后来发现不对 那飞机越冲越快 离他们越来越近 他们吓一跳 好像就要 全速加速 怎么样让飞机 冲到草地上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太慢了 当那个时候 那个核航那家飞机 已经超过了 他的那个 就是放弃起飞速的飞机 一拉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 就发现 糟糕 那时候那个飞机 它的基比跟比轮 是从那个泛美的客机上 掠了过去 但是对不起 他后面还有后机身 还有发动机 就撞到了那架泛美的飞机 所以他撞到那架泛美的飞机之后 他当然自己的飞机 一颗发动机就撞掉了 然后另外一颗 左边的发动机 就整个被他另外一颗碎片伤掉 所以就变成整架飞机 一边就没有推力 然后飞机急速的翻滚 然后就再撞几点 大概后面300公尺的地方 就掉到地上 然后而且又撞了 大概在地上滚了 大概300多公尺 整个就烧起来 然后当然后面那架泛美公司 状况也不好 他因为被撞了之后 整个上半被 机身的上半被 全部被撞掉了 然后再加上 核航飞机上面的油 通通都撒到这架泛美飞机上 就开始烧起来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听到爆炸声 又是一片农物笼罩 所以大家只以为 是泛美的飞机有事 就开始救又救 后来看没得救了 后来20分钟之后 等于说20分钟之后 才知道原来泛美的飞机也被撞了 所以这个事件就变成说 我们现在 只张最大的一场单一空难 另外这个地点在波兰 是不是历史上 最有价值的黄金列车呢 这个列车听说是当时纳粹战败 还要绕跑啊 结果把40几节车厢里面 装满了金银珠宝 而且之前如果说 你看挑战新闻的话 听说里面还有琥珀屋 不过这次传出来说 这个列车其实有40几节 现在里面只张20几节 其他的黄金可能被别人偷走了 对 没有错 这次有两个年轻人 分别来自于波兰跟德国 号称他们已经找到 经过透地雷达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 还有雷达图 布普勒雷达往地上 打打打打打打 以后走过去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地图出来 那么他们发现在地表 地底下面有一个像 非常像装甲列车的样子 就火车 装甲列车的样子 而里面还有坦克等等 那坦克也看起来非常像 德国二次大战的时候的坦克 所以他们认为 应该是失踪了 这个70年的纳税黄金列车 跟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纳税黄金列车 因为大概在1945年 也就是德国准备要战败 要战败的时候 当时苏联红军节节冲进去 开始美国跟苏联两边 分别包围德国 那么当时纳税 他们德国就发现 这样不行 所以把他掠夺所来 纳税德国只要攻占一个国家 第一件事情 先把他的黄金准备金 然后跟所有的珠宝 跟包括他的艺术品 全部都集中一个地方 塞钱就是 对 全部都把他集中在一个地方 那集中一个地方以后 保管运走这样子 那他们就用这个 所谓的纳税黄金列车 总共装了46节 把这些金条金块艺术品 全部装在里面 然后运走 那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很可能德国会一败涂地 所以准备把这个 当做他们以后德国 重新卷土重来的一个准备金 对 所以他在运的过程当中 也怕苏联红军跟这个美国人来抢 所以其实他用了很精锐的部队 在保护这个 而且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这样子 所以从匈牙利出发 两个多月以后 突然间 突然间 美国的陆军 有截到这个黄金列车的一部分 它总共有46节 对不对 美军截到的只有24节 还有22节不见了 就是埋在里面的 不见了 对 那到哪里去了呢 因为它里面装的是黄金 那到底到哪里去 就成为一个谜 所以这70年里面 有很多人很多人在找 就成为一个谜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希特勒 他自己本身 也曾经把所截获的 这些黄金白银 然后跟这些艺术品 藏在奥地利的一个眼洞里面 后来有这个被找出来 这个地方有找出来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黄金列车就不见了 22节里面 大概当时 预估他们的钱 大概超过现在的 两亿美元以上 大概60亿美元以上 现在可能不止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里面如果很多艺术品 可能是无价的 那到底到哪里去 不知道 从此以后是迷 大家一直找 那么后来 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 因为这两个年轻人 宣称说 他们希望挖出来的话 能够有10%的 相关的挖出费用 给他们 就是这两个 他们希望能够有10% 10%不少了 对不对 2亿美元的10% 他希望能够有 真的假的 如果证明他们发现 没有错 然后他们认为是他发现的 所以发现的费用 应该给他们10% 这个火车 应该作为博物馆等等的 结果后来 事实上后来有一个85岁的这一个 等于说 斯洛维科夫斯基 对不对 他是波兰人 他跳出来了 他跳出来说 他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谁 你知道吗 然后他事实上 才是守候这个所谓的黄金列车的人 他说他是他的 他说他们是他们的 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85岁了 这个离开人世的时间不远了 那他才说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为什么知道 这个黄金列车在地底下呢 因为很简单 其实这个列车当时表面上说 要往这个中立国瑞士去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 到不了那个地方了 而且到瑞士去 也可能被没收 所以事实上纳税他们早就决定 把它藏在一个地底的隧道里面 但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所以后来他们就盖了房子 然后盖了那种奇奇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让列车进去了以后 这个地方用房子 用很多的地方把它掩蔽 让人家完全看不出来 结果我们下面这张照片 是一个男的跟两个孩子 对不对 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 就是守护这个 等于说隧道的黄金列车的守护者 他们爸爸带了两个小孩 他们要负责 把他负责 对没有错 但问题是 等到后来 接近这个大战尾声的时候 纳税要离开了 第一件事情就把这家三国全部灭门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必须把你们全杀了 对 守护一家人三家国被灭门了以后 负责把他们给杀了 那些德国纳税的军官也被杀了 你知道吗 其中有一个 在本来以为他死了 就没想到 就是我们这位85岁的这个波兰人 他救了他 救了他以后伤重 所以他在断气之前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就说有一家三口 因为这样守护着他被灭口 那个地方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这样有这个秘密 因为我要死了 谢谢你救我 这样子 然后85岁的这个老人家 他大概知道一个方向 但不知道区区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那么他其实也在找 毕生也在找这个 所谓的黄金列车到底在哪里 可是最近 最近这一二十年以来 他不断地遭到骚扰 有人呢 有人带着枪 自称是便衣刑警 然后就来骚扰他 然后呢 要不然叫他不要管这个事 不要再追这个黄金列车了 甚至于把他家里的狗给堵死 把他家里的大门给捣毁 然后还监听他的电话 窃听他的电话等等 他说 其实对我做出这么多事情的人 就是这两位年轻人 这么有心机啊 对 那到底这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大家都想抢黄金 大家都想寻宝 而没想到这个黄金列车的背后 有这么一个很可怕 也让人家觉得非常血腥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不定可以开电影 不过讲到电影来看到 这话题不断 007电影在台湾11月份要上映 听说这一次呢 007的这个James Bond 要换人恶魔四伏 优优独播剧场 原来这一次呢 这个James Bond 就是007呢 听说这部电影呢 就是他到底怎么来的 他的身世是谁 不过我觉得Daniel Craig 他虽然被人家说又矮又丑又老 可是他票房不是不错吗 对 可是又传出说这一次 可能是他最后一步 为什么 到底有谁能够接近他的位置吗 其实我们刚才看这个预告片 Daniel 克雷格在这一集007里面 还挺帅的啊 当然有人说他是史上 他是第六任嘛 有人说他是史上最不帅的007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2012年上一部空降危机 那个时候007碰到了很多 大量动作片袭击之后 票房滑落得很厉害 但是空降危机创造了 近十年来最好的007票房 他把他救起来了 救起来了 一尊男生也不可以当花瓶 对 那当然Daniel 克雷格 从这个拍了 已经第四集007了 从2005年这个皇家夜总会 到现在第四次了 他自己说 为什么刚刚文雅讲要换人了 因为他自己说 这是我最后一部007了 他不要演哦 当然大家就很讶异说 哇塞 007这种角色是梦寐以求的 每个都想要啊 你怎么雷到你身上 你拍四部你就不拍了 你不会后悔吗 那Daniel 克雷格 他是一个很性格的英国演员 他说不会啊 人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好 我们先讲这一集 这个恶魔四伏到底演什么 文雅刚讲了 他在讲他的绅士之谜 讲这个詹姆斯庞德 去研究自己的绅士 忽然发现 他的绅士可能跟一个 国际犯罪组织魔鬼党有关系 哇 那好 那这一集有什么卖点呢 这一集当然已经在 这个奥地利雪山 在罗马拍了 刚刚你看到那个飞车 可能在罗马城 但是开场大戏呢 是在墨西哥 而且是在墨西哥的一个 很重要的节日 亡灵节 这个亡灵节就好像 美国万圣节一样 很多幽灵出来哦 这场戏非常大 这场戏在讲说 这个詹姆斯庞德 要阻止一个刺客 去刺杀一个国际政要 好 那这里面就 这次有两个旁灯女郎 一个就是这个 莫妮卡贝鲁奇 是个意大利女 这次有两个旁灯女郎啊 对 莫妮卡贝鲁奇 是一个已经50岁的 意大利女神了 就这一个还蛮美的 很美 很漂亮 她之前有演过 其他也很有名的电影 很多法国片 意大利片很多电影 星天堂什么乐园系列 她演过很多 另外一个雷亚色度 这是法国30岁的女明星 就在年轻了 这个女明星 也演过很多电影 蓝色最温暖的颜色 大胆的女同志 大胆床戏 她演过一个不可能任务 跟阿汤哥鬼影行动 她有演第四集 第四集 她是最近比较红的 一个法国演员 红到全球来了 雷亚色度 那这一次 他们这两个庞德女郎 一个30岁 一个50岁 什么关系呢 雷亚色度是演一个心理学家 是要去调整这个 詹姆斯庞德那个心理 要跟他诉说 他的这个阴暗面 以前的状况 甚至 那莫妮卡贝鲁奇 就是我刚讲 开场不是有一个大刺杀吗 他可能是那个刺客的遗孀 那所以说 整个来讲是很神秘的 就是跟这个 丹尼尔克雷格演对手戏 那当然这一集很重要 还有一个 就大家知道 以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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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M夫人 M夫人现在不演了 Julie Dench Julie Dench不演了 这换的是M先生来了 来的一个M先生 M先生就是弗蒂摩 弗蒂摩来演 弗蒂摩的 英国演员出来演了 好 那这一集当然反派谁呢 克里索夫华兹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个 大眼镜大反派 演这个反派 那现在刚刚文雅讲了 现在丹尼尔克雷格说 他不再 这是他最后一步了 对啊 谁接 谁接 票房那么好 我跟你讲 如果演了票房差就被骂死 对 我们来细数六任 第一任 史人康纳来 哇 那最风靡全球的 现在是阿伯 阿公了 第二任 乔治 这个澳洲一个男明星 乔治 这个 拉战贝 比较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演过一集 第三个 罗杰摩尔 不得了的帅了 英国男明星 到第四任的 提莫西达顿 也不有名 也没印象 第五任 皮尔斯布罗斯奶 那个红的 红了 第六任 丹尼尔克雷格 就他啦 好 那现在谁会第七任呢 谁 大家现在呼声最高谁 你知道吗 谁 金刚狼的修杰克曼 好像可以哦 因为修杰克曼 2017年金刚狼 第三集之后 他就已经铁定讲了 金刚狼第三集 是我最后一次演金刚狼 他不演了 不再演金刚狼了 那钢铁铁台好看得不得了 也是一个不想重复角色的 那为什么他会说 有传呼声这么高接任呢 因为当时在 丹尼尔克雷格这一任的时候 同时就找到了 这个修杰克曼 但修杰克曼 当时就是一秒演金刚狼 他不想让两个都是经典的这种 要一直延续下去角色 重复 他选择了金刚狼 没有选择007 詹姆斯庞德 所以人家说 他可能接的这个 因为他是澳洲演员 澳洲刚讲 乔治拉背战 第二任也是澳洲的 澳洲跟英国又可以混的 所以他可能是他 但另外还有个呼声很高 人家说 那还为什么不知道我们英国人呢 谁 我们英国的金童 最近一直要往这个影坛发展的 贝克翰 贝克翰 他应该也不错 贝克翰最近演了好多电影 最近在这个什么 这个绅士密令里面 他会演吗 客串一个角色 阿汤哥这个一直认为 贝克翰会演戏 阿汤哥就一直想找贝克翰演戏 好那贝克翰会不会演 不知道 毕竟他是一个纯的 这个英国演员 英国人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人讲 拜托你不要了 已经六级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006 六任007了 都是白人 你来一个黑人007好不好 也蛮有梗的 对 现在还有一个黑人呢 是演这个雷森索尔里面 一个黑的男生啊 帅哥 可能会是呼声 也说他也有接人的可能 那现在到底 这个这个丹尼尔克雷格 到底会不会续演 我觉得要看恶魔四福的票房 我认为这一集的票房 应该还是很高 那丹尼尔克雷格 续签约的几率 还是很大 不过讲到电影 另外来看到 这是在美国当地 真正发生的电影 刚才麦格有提到说 要讲这个大眼睛 我记得大眼睛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 就是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画家很会画 专门帮人家画眼睛 是 很多的名人正好说 那你来帮我画个眼睛 后来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场骗局 对 因为那眼睛 都不是那个画家画出来的 我们看这个照片 华特基恩 就是当时 560年代 大家以为是他画大眼睛 你后面看到那些大眼睛 有没有 都小孩子有没有 这个很有名 这画很有名 很有名 你看这里 对 这就是电影 后来拍大眼睛 这个我都看过的 对 那这个玛格丽特基恩 杀老婆 她老婆 好 我们讲了 当时560年代 美国画风 出现一个大眼睛的画 就是很多小孩子的大眼睛 那这大眼睛就很深邃 又很迷惘 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大家就开始抢买 这个华特基恩画的大眼睛 这个是一个故事 大家看过这个电影 就是艾玛亚当斯 对 跟我们刚才讲的 拍得金球奖 对 刚才讲的 这个克里托夫华兹 就是新一代007 最新一期的反派 看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女生 其实这个基恩 这个玛格丽特 是一个失婚的妇女 很会画画 大眼睛是她发明出来的 她在她的旧金山街头 开始画大眼睛 结果这个华特基恩 说哇 这画很棒 就看中了这个女生的话 就开始去追求这个女生 让这个女生 她这个男生是有心机的 她就要娶她为妻 然后这女生 当时是因为失婚 带了一个小孩 男生追她追这么勤 然后就马上 哇 坠入勤网 嫁给她了 嫁给她以后呢 老公说 好 你在家里画画 我去帮你卖画 这个女生开始 从头开始 就开始在安心家里画画 男生在外面街头卖画 卖卖卖卖 就卖出自己的知名度了 就说这画是她画的了 结果呢 就因为这样子 玛格丽特基恩的 十年婚姻里面呢 八年都在家里面做画 每天超过16小时 老公就是每天order她说 你画你画 画几幅几幅 明天我卖 从街头到店里面 到艺朗越卖越大 到最后 玛格丽特她的女儿长大了 就告诉她妈妈说 妈 你不能这样子 结果这个玛格丽特 要反抗的时候呢 居然碰了家暴 最后呢 她是仓皇带的女儿 她话也不要了 逃走了 最后她去控诉 这个华特基恩 那整个事情 后来为什么变成 70年代 一个美国艺术史上 最大诈欺案呢 打官是打了很久 后来法官最后在 这个陪审团 最后他们用了一个 什么方法呢 好 现场作画 因为华特基恩 也是个画家 他也会画画 那现场画 看画个大眼睛 对 因为华特基恩 其实学大眼睛 也学了很久 但是他一直学不到 他老婆那个神髓 大眼睛神髓 结果最后在一场 法庭官司 大家如果看过电影 就知道那最高潮的戏 叫他们两个 现场画 临摹 结果玛格丽特 马上就画出来 大眼睛 感动了所有的人 这个华特基恩 画了半天 那大眼睛 没有人感动 法官就判说 真正的大眼睛 是玛格丽特基恩化的 才把这个事情 就是诈欺案平反 让玛格丽特基恩 重新拾回 原来大眼睛 是他original创作的 不过讲到实例 中国93阅兵 才刚刚结束 现在传出来说 93阅兵 那是目前的状态 其实很快 他们会有 最新的发展出现 这次中国大陆 他们宣布说 他们要发展无人机 还要发展 逆踪的直升机 他们说他们要成为 直升机最先进的国家 对 因为最近几天 在中国大陆 进行一个 就是直升机的展览 那这个直升机的展览 那当然就把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 他们现在在生产中 而且或者说 是已经生产完成 已经甚至已经开始 列装部队服役的 这些直升机 拿到现场来展览 例如像他们这一次 就五直十九 当然不在这上面 五直十九 就拿到现场去展览了 那大家看了 这个五直十九 因为之前的 五直十九的这个展览 它其实 不管是在珠海 或者什么 它其实让大家近距 之前让大家近距离 观察机会 也并没有很多 那一直到最近 他把它拿到这个 等于说拿到这个直升机 展览上面来讲 大家可以非常近距离的 很仔细看这个五直十九 那当然其实中国大陆 它现在直升机里面来说 它除了它的运输直升机里面 它的战斗直升机 像它现在已经有了这个 例如现在画面上 这个五直十 还有呢 它现在生产这款五直十九 两款直升机之中 像这个五直十 你可以看到它跟五直十九 最大的差别是 它的水 就是尾旋翼 它其实是等于是 它是用那个 就是一般传统构型 跟Apache H-64的那个尾旋翼 很相似的 而且呢 它本身也采用一个 就是下额 装一个机炮 然后它的那个飞机上 的那个短翼上面 也各有加起来 一共有四个挂载点 那当然 这个是现在画面上 这个是五直十九 那五直十九的话 大家会觉得 它这个飞机 好像前面的那个 机头的这个部分 就像是那个 海豚直升机 机身的后面 是海豚直升机 然后他们自己 中国大陆设计了 一个前机身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过去 中国大陆的 最出名的直升机 是叫做五直九 五直九 其实就是海豚直升机 我们空中警察 那个队用的 那个海豚直升机 一模一样的飞机 它把它做来一个 那个武装战斗直升机 但是那个飞机 的问题就是 它的前机身太大 那它现在这么改了以后 你看它前机身 变成重裂的这个双座 变成比较窄 比较小 比较符合战斗直升机的 这个外形跟特征 那他们现在规划 是什么呢 你看到现在这个 上面来讲 它有下一代的 逆中直升机 更尖 对 而且其他你看 它本身的这个外形来说 它的外形来讲 它其实也让它的这个外形 变得更为 就是说能够吸收的雷达波 而且它更能够吸收雷达波 另外你看 以像这个构型来看 当然这是他们整个 在会场 就是说展出中航 这个中国航空工业 发展公司 它所展出的 他们下一代的 那个直升机的概念图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飞机 其实后面跟那个 美国最新的那款 那个直升机 很像 也就是它呢 首先它用一个双 那个 双螺旋 对 双主旋翼 然后这个主旋翼 是那个反转的 去直接抵消它扭力 然后它尾巴呢 是用一个螺旋桨 然后让它这个推进的速度 可以大幅的提升 而且呢 它的武装上面来看 它也希望这个飞机 短翼上面可以 从四个挂载点 增加到六个挂载点 最外面两个挂载点 还能够吸挂空对空的这个飞弹 也就是如果说 它在遭遇敌方的 这个战斗直升机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上面 空对空飞弹把它打掉 那另外它呢 也用这个无人直升机 它也有一个概念 这个模型展示出来 当然概念模型展示 跟他们现在 在那个内部 它里面做的这个 那个想象图 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其实呢 也是用那个两个 反转的这个主旋翼 然后那个 让它能够提供福利之外 它在机首的部分 装了一个螺旋桨 因为这样做 比构型会比传统的 这个直升机的速度 要大幅的增加 那另外呢 不过现在让大家 比较怀疑的部分 是哪里呢 就是中国大陆 自己本身的发动机的工业 其实到现在来讲 都还是在这个 可以说是在一个起步企业 也就是说 它现在自己现有的 裂装部队的 五直十的发动机的问题 可能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那它要开发新的这个直升机 下一代那个逆踪直升机的话 它如何去解决 他们这个直升机 所用的发动机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 2008年9月15号 应该是很多 全球投资人的痛 因为当时雷曼兄弟破产 引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历史上的今天 2008年9月15日 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 宣布破产 从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雷曼兄弟银行前身 是牛饭之子亨利雷曼 于1850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 蒙高玛利所开的一家商行 其后发展成为一间 国际性金融机构 及投资银行 2008年曾被美国财富杂志 选为前500大公司之一 也是当时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 然而却在2008年受到 刺激防贷风暴连锁效应波及 财务受到重大打击而亏损 导致股价下跌到低于一美元 陆续裁员超过6000人 并寻求国际买家 2008年9月15日 在美国财政部 美国银行及英国巴克莱银行 相继放弃收购谈判后 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负债达到6130亿美元 而莱曼兄弟银行的破产 被认为是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失控象征 此一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 造成全球房市萎缩 股市疲弱 经济成长趋缓 企业倒闭 以及大量失业 世界经济快速紧缩 其严重程度 比以往的能源危机 亚洲金融风暴等金融危机更凶 台湾多少投资人 也同样受害极深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